我记得,那是我进入学校的第一天 奶奶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套新衣服 但学校里的其他小朋友和我,似乎不太一样 远古没有天,武南来造天 远古没有天,武南来造天 远古没有地,似女来造地 远古没有地 速写得出旨 奶奶告诉我 他们小时候没有高楼大厦 那时的房子虽然矮小 但很温馨 各户人家里会养鸡养牛 马和骡子是大人们干农活的好帮手 村里的很多人会穿着色彩艳丽的遗族服装 老人们穿着遗族服在腰肌上织布 村子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聚会 其中最热闹的就是火把节 一家人燃起火把 全村人围着火把 尽情唱歌 跳舞 十多年后 我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 我仍然穿着遗族的衣服 跳着遗族的舞蹈 我给孩子们讲遗族的故事 讲火把节的传统 讲隔自天神洒血造人的传说 讲遗族人在月亮底下跳三弦 遗族这个词只有活在孩子们中间才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